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看 紧空间有些什么性质 那么第一个,考虑紧空间里面的子空间 如果我们有一个x是一个紧空间的话 那么它的子集里面有哪些也是紧空间呢 我们下面定理 定理 如果x是紧空间 z是x的b级 那么z也是紧空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紧空间开始 然后这里面找一个b级 那么b级也是一个紧空间 证明一下,我们只要证明 只要证明 z的任意 开覆盖 UI 那么这个UI我们就为了方便 我们就取x里面的开机就好了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 取x里面开机跟取z里面的开机 就是没有区别了 所以任意在x里面开覆盖 UI 有 有线紫覆盖 那么怎么选这有线多个的紫覆盖呢 我们看我们假设这个可以被无线多个 这个开机把它覆盖起来 那么我们因为z是一个b级 所以z的补级是开机 那么来考虑这个z的补级作为集合 然后跟这个ui 这个开覆盖 并起来 那么这一个集合 其实是x的一个开覆盖 z的补级这部分负责盖住z这个集合的外面 然后ui的这个部分是为了盖住z这个集合 所以只要把z的补级放进去 我们就把整个x给盖住 所以这是x的一个开覆盖 那么x我们知道x是紧的 所以存在有线紫覆盖 有线紫覆盖 比如说是z的补级 比如 比如说z的补级 u1 你知道un 这样子就我们把z的补级盖住外面的 然后里面再有有线多个盖住z 那么我们只要把z的补级再扔掉 那么u1 你知道un 这样子就是z的一个有线紫覆盖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紧空间里面有一个b级 我们只需要把b级的补级放进去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整个空间的开覆盖 我们选了一个有线紫覆盖之后 再把那个补级拥掉 我们得到z的一个有线开覆盖 我们接下来继续讲 紧空间的另外一些性质 那首先我们有定理 有线多个紧空间的并级 也是紧空间 其实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如果每一个空间都是紧空间 那么给出一个整体的一个开覆盖 那么这开覆盖是其实每一个紧空间的一个开覆盖 然后我们只要对每一个紧空间取一个有线紫覆盖 然后再把这些有线紫覆盖给加起来 那么得到一个 因为我们只有有线多个紧空间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个数也是有线多个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有线的紫覆盖 那么具体的证明我们让同学们回去做练习写一下 我们继续讲 我们前面讲到在连通的时候 如果你从一个连通空间出发 通过连续映射 你会得到一个它的像是连通的 那么这里我们从一个紧空间出发 通过一个连续映射 我们得到的像也是紧的 我假设F从X到Y连续 并且X是紧的 那么它的像FX也是紧的 我们证明一下 如果UI是FX的一个开覆盖 那么我们可以用拉回 用连续映射的拉回 用连续映射的拉回 把开极总会拉回到开极 所以 那么 我们把每一个UI拉回 那么这一个拉回之后的开极 也会把X覆盖住 是 X的一个开覆盖 那么现在我们用X是紧的这个性质 把从这个开覆盖里面选出 有限多个子覆盖 比如说FD U1 一直到FD U1 这样的有限子覆盖 覆盖住X 那么 直接U1 U2 一直到 UN也是 它的像 的有限子覆盖 所以 不但 连续映射 把连通空间 印到连通空间 也把 紧空间 印到紧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